晚上睡覺的時候 跟他們聽到槍拳這樣 快點打槍不住在槍 我現在快吵住他們 好像是很空曠 他不成田鄉好不好 好像就中立一杯一國 同學 你們家鄉在哪裡 北桃 北桃就溫泉啊 這是大家來泡溫泉嘛 來洗一下這樣 剛剛到北桃來 會覺得有種流氓味對不對 可是地位 對 你是玩家鄉算是一個地位啊 可是 可能都聞到我自己了嘛 就是放屁比較不會被冒出 對 沒錯 能自由自在的放屁 這就是北桃 而他身旁的同學住在 台中 只要無風無雨就是會放在台中下 台中天氣真的很好 風最寶地 沒錯 沒錯 缺點 缺點是就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都很常聽到槍拳這樣 比較有那種命案 通常都在我家那邊 流氓比較多一點 另一位台中人表示 你這樣就不錯 就是中不中 你其實說明很爽 新春佛裝 講話帶槍 只好再請他起別的例子 但路上很適合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那邊打槍不知不知在 走到路上就很遵守秩序的那些事情 也有不遵守 但那些人都不在了 所以不才這樣在台邊 台前第一排 台中的笑那麼快 無風無雨 卻有清風諧語 這就是台中 介紹一下你屁股界的服裝 就是 那是加大一種服裝 然後可以 所以你這樣屬在台中會很服 會 哈哈哈 那 會不會壽命轉 欸 我先會吵住他們 哈哈哈 我們懷念他 再來續住在桃園的同學 虎星 所以你是桃園人嗎 虎星你中原很緊 所以我也覺得我算是半個中立人吧 就讓你選擇當中立人 跟桃園人要到哪邊 中立人嗎 可是我們沒想到會引起一場紛爭 中立就感覺比桃園繁榮嗎 哈哈哈哈 桃園是很空曠 OK 剛剛有一個中立人 他說是桃園市的人 聽說是平鄉人 哈哈哈 他們才是平鄉好不好 我是中立可以獨立 沒有關係 桃園跟中立一邊一國 那桃園主鄉下的地方 你們對這個看法是什麼 他們是國外啊 他們不是在東南亞 中立火車站 東南亞GTT 所以你遇到的中立人 他們會說自己是桃園人嗎 沒有他們會說我是中立人 我們立馬來訓練看看 那你想要請問在你駕駛說哪裡 中立 你跟別人稱呼的時候 你會稱自己為 中立人 桃園人稱呼的時候也是稱自己為 中立人 那你們有爭取一個結論嗎 中立人 完全正確 因為中立就是中立 因為我們想桃園市桃園區啊 我們通常只會稱在我們叫桃園人 可是桃園人就會覺得說 那裡是四床群 我們才是指甲師好不好 你們是區的可以先不要 對對 那你覺得桃園哪裡以中立 啊 沒有 哈哈哈哈 不相縱恨推動不相瞭解 這就是桃園與中立 但是 不處逃不是我們的習慣 多數網友是認為說 超過四十年沒有改建的中立火車站 用外觀翻駁老舊 不信他得到最醜車站的比手 我們決定你此來做錯他的銳氣 所以不會說火車站很醜 欸拜託我們全國出塗料第三名 出塗料 對啊 可是 完全忽略別人的問題 我們再問一次 就是中立這件事 就是火車站最醜的第一 我知道啊 可是最醜的新種榮譽了 哦沒有沒有沒有 中立人所向無敵 接下來討考大家對於地區的了解吧 分遠 分遠在髒話 小 Eduardo 沒懂 雲林嗎 V antes在髒話 為什麼沒動 � From Colin 雲弱 雲弱是喔 劇裡殺不懂導觸話 迷慂在這 妄幽 超uchster 季龍 哦可以 Mental 哇~~ 礦宮 放心 噢出來 6甲 6甲 我自己覺得 凱豬 雲林 凱豬 這什麼 剪掉剪掉 佛光大學 佛光在那個台南 等一下我想一下 台中 佛光在台中 剪掉剪掉 你快沒畫面了你知道嗎 中華科大 太北 中原大學 妖粉 東南科大 東南亞 在深空 再來是架列哪一個地名是假的呢 脫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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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啦 B啦 B 你為什麼回答錯 你為什麼回答錯 你看的是沒有接的部分吧 你則是從頭脫到尾 最後一集我們來討進去的飛漿 手進去 可以可以可以 加一把 打對在山 喔 打對 看不出來對不對 再來是 它有兩個福頭耶 市場是公圖 哈哈哈哈 你覺得台中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很像那個 有那個福頭的那個 這一邊 那台中跟福頭有什麼關係 那邊就台灣很多啊 哈哈哈哈 那台中沒錯 那不是美國啦 這一個鐘 啊這一個鐘 我反猜都比你強 最後我們遇到了一位來自澳門的同學 在澳門 那我考你幾個對台灣 請限制的印象 好 基隆 海 彰化 肉丸 他想到台中 會想到 子彈啊 說到中立 中立 中立是桃園的 一部分嘛對不對 你確定要這樣講 以後今晚別這麼說啊 今天的消防到這邊結束囉 你對你的家商也很有共鳴嗎 趕快到D卡的版上討論吧 D卡調查局 你家在哪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那我繼續講剛剛說的就是 推薦系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於 Cold Stop Problem 那你可以把它簡單理解成 再用我們比較常見那個 各位網站的例子講好了 就是你當你去那個網站註冊 你的user的資料之後 這個網站對於你 除了 剛剛說的 性別年齡 或者是 族群之外 一無所知 所以他不會知道 你到底喜歡什麼東西 在你真的點擊 進去點擊他們的 呃 狗某個item之前 他不會知道說 你到底喜歡什麼 或不喜歡什麼 或是你給了什麼東西 五星 或給了什麼東西異性 他都 就是你還沒有做那些 那個那些反應的時候 他不會知道你 到底 有什麼偏好 然後在一個item 除了user 在一個item 剛加進來 那個各位網站的時候 也還沒有任何 user 去點擊過他 所以他還沒有任何人 對他有評價 所以 我們的推薦系統 就不會知道說 這個item 到底應該要推薦給 什麼樣的族群 或是 對於這個user來說 到底什麼樣的item 適合他 那就是Cold Stop Problem的問題 就是在一個 新加進來的user 或者item 我們沒辦法給他一個最正確的推薦 我們只能先亂猜 先亂猜一個 就 你可以先給他一個initial guess 然後我推測他喜歡什麼 然後再從第一次給他這一群東西 他的反應再去決定 後續要給他什麼 好 那再來是 傳統的方法呢 是用一個這個叫做 by-partite graph的東西 左邊是一群user 右邊是一群item 那中間連的那個線 adge 代表他們之間的互動 像第一個user U1 就跟所有的item 都有聯繫 都有互動 那U2就只有跟 item1 跟item4 4 這兩個有連結 那以此類推 但是因為 在Cold Stop Problem上面 這個by-partite graph 就不適用在我們的推薦系統 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有很多的 很多東西是行進來的 或者是我們的user 對於這可能 郭文網站裡面 100萬筆的item裡面 我只對其中的5筆有互動 剩下的 100萬-5 999995筆 我都跟他沒有互動 但是他還是建立在這個bipartite graph裡面 但是他又沒有線 所以這會造成很高的 sparcity的問題 那 網路上有一篇的方法是在講說 他是用 他並非是用interaction的 這個方法去做 推薦系統的 運算 而是用attribute 也就是說 後面會講到 一般來說 推薦系統他會用一個 Graph Neural Network去計算 可是 這邊他多加一個叫做attribute的東西 也就是他只依靠attribute 物體跟物體之間attribute 或者是 這個user他的attribute 去做一些運算 後面等一下會提到運算 然後進而去推論出 後續的prediction 再把他做fusion 最後拿到我們的結果 而不是 拿剛剛的bipartite graph 直接用interaction 那些中間的線去做互動 好 那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attribute encoding 那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們有很多的 one heart one heart vector 那 這個做法就是 像 以我們的user來說 剛剛說 有性別有年齡 或是我們的族群 或者是職業等等的 那 每一個是一個one heart vector 那 像gender 這邊是只有列兩個 就是二分吧 那age的話 假設 人的年齡 是從一到六十 會使用 勾往在年齡 一到六十 那這邊就是有六十個 六十個數字 六十個column 在這裡 那 我們如果講到 我們剛剛說的參數的話 我們對於 剛剛我們記憶台說出的 每一組參數 都有定義它的範圍 比如說 有些也是 喔 binary 也是0跟1 二分法 那有些可能是 它的freshhold值 有minima 有maxima 有各種可能 那它可能是從 假設2到20好了 那2到20就有 19個數字 那這個one heart vector 就是中間就有19個 那以此類推 就是我把所有的參數 它的range 從哪裡到哪裡 進而找出它的維度是多少 之後再把每一個都變成one heart vector 那最後全部組在一起 變成一個multi heart vector 這個是 呃 後面 網路上找到的 HNN 會用到的 前置作業 所以 剛剛我說我把它壓成一圍 就是用在 這個地方 為了要去做 網路上這篇 HNN的前置作業 那再來就是 我把它壓成multi heart vector之後 我會再去做cosine distance proximity 就是 我會去把它計算 每一個向量 它們之間的 相似度分析 相似度分析 這邊是用cosine distance 那cosine distance 是 折掉這個 右邊這一塊 是它的cosine distance 那 cosine similarity 在這邊叫做proximity 那這兩個向量之間 proximity 就是你用1 去扣掉剛剛說的cosine distance 扣完之後就是 因為cosine distance 是它們之間的距離 但是你跟它的距離越短 代表你們越相似嘛 所以 這個數字如果是越小的 1去減它代表越大 所以我們要的cosine similarity 要用1去減它 要用1去減cos 才可以算出 我們要的cosine similarity 這邊是稱作proximity 但是一樣的意思 好 那再來 就是我們剛剛做完 這麼多的 這麼多向量之間 兩兩之間的proximity之後 我們會再把前面 p% 這個p是自己定義的 topp%的proximity的那些 那些 那些向量 加進去一個叫做candidate pool的東西 那 就加進一個池子裡 它是一個候選池 那這裡定義成n 這個這個這個變 n這個變數 那我們會再去做 進一步去做knn的分析 然後去挑 藉由knn去挑我們剛剛說的topp%的東西 然後 這個candidate pool等一下 後續會不會再 那個 agnn裡面 會再被用到 好 那接下來這些運算 就是剛剛說的 後續的 就是bivj 是我們剛剛說的那些bacterium 但是這個其實運算都不知道 都是論文裡面的 那 做完這些運算 然後下面加什麼 complete cognitive layer 啊 激活函數等等的 加權重加bias之後 再去做 嗯 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會預測一個 embedding的 attribute 去做一個預測的分析 對於code software去做一個預測 然後找到一個 我們 預先要給它的x跟y 那這個embedding 再去做 weight跟bias的分析 最後輸出pu跟qi user的p item的q 這兩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我們 一個物品或是一個user 剛被加進來的時候 我們給它的embedding的attribute 有點像initial guess的感覺 那 剛那一步做完之後 後續就是做H&M的neural network的東西 那因為這一步我還沒講 還沒做 我自己還沒有做到 所以我就 後面就不多說 就是後半部H&M的東西 我就不多說了 好 講到這裡 然後 這邊是我這裡出來的 我剛剛用到的 嗯 期末考的方法步驟結果 的 來人包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你們想看前面也可以 如果對於自己對於那個 方法步驟結果有其他理解 你也可以用照一個方法寫 或是來跟我討論都可以 不一定一定要照上面的 好 那這就是我研究的報告到這裡 好 OK 那我們現在 他畫現在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來投票 來 你先不要走 你幫我算 那個 我們的話 需要那個 來 第五張的話呢 是董子佳 好 不在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好嗎 來 第四張的話是那個硝煙乳 對不對 你站起來再讓大家看一下 你講的東西 你講的東西 第四張是硝煙乳 你講的東西 我第一張是硝煙乳 不是嗎 不是嗎 對 沒錯 對 好 然後第三張的話是 黃維千 黃維千 剛是博士辦的 他現在在那個 就是 新竹那邊 上拍 所以他也不在好拍 那 第二張的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李志光 來 站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好 李志光他是第二張 好 那我們的話呢 從第二張這邊開始 那個投票 我們的話呢 每個同學的話呢 可以投0到1 2 3 0到3票 所以你只要覺得他好 就請你舉手 所以是是非題 不是選擇題 所以你只要覺得他好 就請你舉手 好 大家覺得李志光講得好的 請舉手 來 好 來 你幫我算一下 當然你自己當然可以舉 來 10 來 好 再來 大家覺得第四張 那個蕭英如講得好的 請舉手 來 好 8 好 10 也是10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分成兩份好了 來 一個人5000塊 來 好 來 1 2 3 4 5 來 來 我們這邊先一份 來 拍個照片 拍個照片 來 好 來 3 2 1 好 來 那換那個 直光 來 1 2 3 4 5 來 來 好 來 2 1 好好好 ok 好 再來換我們孫律 來 你講第七張 你看 好,孫玉加油! 期末考之前也一樣會有一次的投票 最高票也是一樣可以拿到一分塊 加油 老三師,我們先來看個笑話 上改一鞠躬,先看個笑話 沒錯,我剛剛看到一個好笑的 對,好笑 關於男子房生素 真的沒人看過 好,抱歉吧 好,男子房生素被壁咚 看一下,停掉 好,好,好,好 看可以,好 很好,好 好,好 对,好像可以舒畅 对,好像可以舒畅 我们一样黄色冷铁 从最开始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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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情况就非常的不通 很多的这种情况开始明白了 我们家合理的定位器这边的画 当他喝少许的时候,我们在画面做一个 又要想看见一个小小的画面 他可以叫我们的全身都可以知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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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的恐怕也是男的 那个 在假髮而已吧 对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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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 哇 对方出发,向右旋转进化 好, 哇哦 然后做一个下一个大选 第一, 哈哈哈哈 我们来帮单独的去的初见的时候 尤其是单独的感情 反映突然来说, 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对方 是单身的故事, 如果我们反映对方的故事 的话, 要是七块钱 如果我们轻易来问的话 哦哦哦 哦哦哦 那么一转当中的情况下 首先我们在开了密度 我们的银行, 银行, 银行, 银行 然后背对银行, 银行, 银行, 银行 但是这个时候你们记得啊, 两只的一银行, 没有你先的一银行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银行 要开始我们的银行,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银行 有一句话, 我们的银行, 提起它, 顺口 就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它们的问题是我们的, 我们的说, 开始不射 然后再来一下子, 然后再来一下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些很多女生让我们男生做他们秋天的第一黑奶茶 那我们男生在做奶茶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所以很多男生会直接的将奶茶给给女生 这样的话, 它会过走我们的手, 然后就会电了 这刚刚的情况就非常的不好 那我们自己的做法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在递给女生奶茶的时候 千万不能用我们的手直接可以放 这样的话, 它会有一个模式在行动 那么这些做法应该用手打住奶茶的边边 这样的话, 它就很难抓住我们的手 这个时候呢, 有个小细节啊 就是对方在抓住奶茶的时候 他可能会比较激动 他可能会疯过来骂我们的 那我们需要骂我们的运败 就在他骂过来的时候, 哎, 走我们的铁铁铁铁铁铁铁 哇塞 哇塞 哈哈哈哈 哇塞 哇塞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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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怎么办 这比刚刚那个地咖的好笑 那我就要开始讲我们的第七章 第七章讲到的事情是Feature Detection and Matching 那这边我会先讲一下 第七章会包含的部分 7.1我们会讲到Points and Patches 就是点和块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一块 一个补丁一小块 然后7.2我们会讲到Edges and Contours 是边缘和轮廓 7.3Ctrl Tracking 是轮廓追踪 7.4Lines and Vanish Points 是线和消失点 7.5Segmentation 是分割 那会讲到这些东西 还有怎么把这些特征抓出来 还有做配对的大概方法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一些 Feature就是特征点的种类 像这边的A它就是Point 它是一些一个一个的点 的点集合 就是点 那图B右上角那个是Edge 就是边缘 图C这个图讲的是直线 Straight Line 就是图中的直线 它其实有用绿色和蓝色的线把它标出来 这也是一种Feature 也是一种特征 然后最后是图D D是Level Set 是等高线一样的地方 它把它标出来 那会比较容易框出个物体 对 这种特征 后面还有图E E是Graph Based Merging 是后面会讲的 比较像segmentation的地方 那它一样是把 对 把一些有关的东西把它集合在一起 然后框出来给我们看 然后F2F 这个手的那个部分是Minshift 也是后面会讲到的 那就是有这几种的特征点 好 那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说 假设这里有两组图片 上面这样子一组 底下这样子 是一组 那我们人眼当然可以很直接的知道说 上面这两个是同一组照片 那它们是有相关点的 那底下是另外一组照片 它们是有相关点的 这个人类可以很直接的辨认出来 但是电脑却不行 所以我们要给电脑去标出一些特征 一些地方让它们去注意 这些地方一样的话 代表是同一组图片 那像这边我们可能会标出它的 山峰山顶的地方 那底下这组图片 我们可能会标出它的 窗户的四个角 或者是这个屋顶的四个角 让它去受辨认 就是电脑 没办法直接看就知道 所以我们要标出特征给它们看 那哪些特征我们可以拿来用 或者是哪些用什么方法去做配对 是这一张会讲到的事情 好那就讲到 7.1是讲点和快 patches我会把它翻成快 那主要有两种方法去 小快好 小快 它叫小快 没错 那主要有两种方法去 找点和小快 那第一种方法这个英文叙述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 第一种方法是去找 用什么local search local search technique 一些方法去找 图片上的一些点 可以去追踪的特征点 那它这里给例子是 video sequences 我下一页会有 然后第二种方法是 诶 不好意思我冲这样子 第一种方法是 局部的对 图片中的某一块 某一小部分去做追踪 去找特征点 那第二种方法是 整个全局的看整张图片 然后去决定 要用哪边当特征点 那两边的例子不一样 第一个是 用video sequence 就是 影片的每一格去做举例 那第二种方法 它是用 这个全景 panoramas 就是合成全景图的时候 的那个步骤来做例子 那后面我就给一个 例子 像是 video sequences 我用一个动画来表现 那 假设这个人在跑步 那它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frame之间 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不会相亦太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local的去看 某些点 把它当作特征 比如说 我的 右脚左脚的 脚尖在哪个位置 是 在哪里 或者是 头顶的位置 我们把它当特征点 然后一张一张去做追踪 这样子是 刚刚讲的第一种方法 会比较适合用在这种情况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你加的 对 这我自己加的 下面这个图也是你加的 对 我喜欢你这样子 好 我还加满多东西 对 好 那第二种方法 它说直接去看 全局 整张图片一起看 再去决定哪些特征要拿来用 就像这个例子 它是拿来做全景图合成的时候 上面是一张一张的图片 但是 我们没办法找到真的完全相似的东西 在这一组图片中 所以我们要 像第一张图我们就要去整体的看 然后 第二张图再整体的看 会发现 这边跟这边好像有点类似 我们再把它当特征的 再去合成它 就变这样 就是 这种应用是这样子 第二种方法应用 好 然后就会 总结一下说 这一张会讲到的东西是说 有总共三个步骤 去做 Feature Detection 跟Match 第一个是做Detection 就是先把它 或者Extraction 就是把它抓出来 决定哪些特征点 然后第二个是 Description Stage 就是 对它 做一些描述 我们用一些数学方法 或者是 你想到的方法 去对它加一些 标记 有意义的标记 我可以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之类的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 去做Match 或者是做Feature Tracking 持续的追踪 这个Feature Feature的Point 在不同的照片中 在哪些位置 这样 放个笑话 当然 笑话会更多 所以这个跟上一张讲到的Vigil Similarity有什么不同? Vigil Similarity 两张图片的相似 差不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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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三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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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霞 可惡 他在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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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如果他在跳的問題 他會有5,6 去拿到什麼 9 19 3 5 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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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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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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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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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